新竹市不需要幽林立委 民進黨新竹市立委参選人 林智傑開記者會 拿出巨大信封 向國民黨先任立委 政政前校正 邀請對方辯論 炮火毫不留情 政委員在過去 對傅佑曾經提出 種種他認為該做的事 結果到最後一事無成 拿出手板 一一檢視政政前 二零二零年參選時政見 直指富佑 青年等政見 通通挑票 為政政前掛上二次元立委稱號 算對手向幽林立委 讓民眾找不到人 更對官埔空橋建設 預算進行交鋒 政政前競選總部列出 成功爭取官埔空橋 建置經費為政績 新竹市府也預計 年底動工 但綠營表示這個案子 民進黨早就在二零二一年 提案爭取 秀出當時立法院決議 上頭有民進黨立委 柯建明 鄭運鵬 陳歐破簽名 質疑鄭正前 政績造假 這應該是相當荒謬的不實指控 因為我們都知道 鄭前非常在基層 很努力的幫新竹市民爭取福利 在向中央爭取很多建設 博斥綠營指控 鄭正前也表示 爭取官埔空橋經費 民間黨所提內容 國民黨也有提 更多次找科管局開協調會 在國會也提出質詢 新竹市立委這一帳 藍綠雙方 捉對廝殺 炮火撕射 各自尋找突破口 在最後關頭地平勝選